今年收到一份很特別的聖誕禮物 是由一位很疼愛我的長輩送給我的 那是什麼呢? 有一個小袋子 外面有個皮套 袋子裡面也有一盒東西 這盒是什麼呢? 原來這盒是一個粉盒 這個粉盒非常有歷史的來頭 因為它超過90年的歷史 曾經有一位上海的大小姐 是擁有過她用過她的 經過一代一代一代 之後就傳到我手上了 粉盒其實還打得開 而且還保存得很好 裡面雖然是沒有了粉 但是旁邊或者棉花 其實還是很柔軟的 鏡子依然保存得非常完整 還可以關起來打開 這個粉盒連袋子在一起 金色的部分聽說是18K金 而旁邊綠色的位置就是寶玉來的 是不是保存得非常好呢? 相信當年的手工是非常漂亮 而且是人手造 才能保存得這麼好的 原來當年的化妝品 是這麼注重這個包裝 是這麼華麗的 這份禮物我非常喜歡 而且非常有紀念性 聖誕節凌晨兩點多去哪裡呢? 因為看完戲 見到九十幾歲的婆婆還在撿垃圾 所以我和先生上去拿了餅券 食物券和乳寒衣物給她 我們回頭也能找到婆婆 希望大家見到有需要的人 都可以分享你的愛給她們